画方为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业绩社的分享视频 本节我们来讲展会执行的第一部分 曝光率 曝光率由三块工作共同来决定 展前沟通,选择展位和现场推广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展前沟通 应该说有参展经济的企业都知道 在去展会之前一定会跟客户做一个展前的沟通 告诉他们自己要来参与这个展会 希望能够跟他们在展望上有一个面谈的机会 是吧 那么具体的这个展前沟通工作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这里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我分五个方面跟大家来做分享 第一个是沟通的必要性 沟通的对象 沟通方式沟通内容和沟通的一个时间 那么首先来看这个沟通的必要性 可以这么说啊 展前沟通对参展展会来说 越往后走 它的重要性越大 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 现在这个客户啊 他来餐馆就是来餐展的这个行为习惯 我们去对比看的话呢 以前可能有些客户啊 他还是会在掌握到临时去决定啊 这个去到某一个掌握上面去 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越来越发达 那么跟客户沟通的媒介越来越多 包括比如说邮件啊 包括SNS啊 就说我们我们跟很多客户这个年度啊越来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呢 越来越多这个客户啊 在参展前就在去去这个掌握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要到哪哪些掌握前面去 而且他的时间一般来说安排的还很满 也就是说他真的能够抽出来激动灵活的去临时去看一些 他可能之前没安排好的掌握这个时间呢 是越来越少啊 这个趋势就这样子越来越少 我们这个呃 现在有些这个就是呃 就是这个营销 现在我们提倡这个O2O是吧 我们国内现在有个比较火的概念O2O 那实际上我们做做外贸的话 去参展的话 我发现也有这种趋势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线上就已经高中好了 那么到了线下怎么样呢 只是一个面谈和确 或者去确认的一个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掌钱的这个沟通的工作 把它重视起来 去把它开展起来 呃 我之前呢 我记得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啊 这里我把它截取下来 也就是76%的专业买家 或者专业这个参观者的话 在参加掌握之前就有固定的日程安排 和这个明确的重点观众目标 这个数字大家看一下 是76%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 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买家 在参加之前就已经有了决定要跟哪些供应商去见面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还不去做这个这个掌钱 这个掌钱这个沟通这个确认工作的话 那你这个掌会效果 我觉得是很难去保障的 特别是你去国外啊 去参加一些专业的掌会 那我觉得这个掌钱沟通一定要把它去做起来 呃 甚至于就是我们之前的经验啊 有些客户都已经就说安排好了 是吧 这个这个行程 但是最终他的时间可能安排太晚 能不能够到我们这来都是个位置数 那何况如果说你你在参加之前完全没有去做这块的工作的话 那我觉得你这个效果可能就情况就会更糟糕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再强调一下啊 就是这个呃 在掌钱跟客户去沟通的一个必要性或者一个重要性 你就记得这个数字76%的专业买家的话 在掌钱是有个有这种时间上的一个安排的 所以说那你就要根据这个去很好的把这个工作把它做起来 呃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的掌钱沟通的话 会跟哪些客户进行沟通呢 那我把按照这个顺序啊 或重要性的我把它进行一个排列 第一个呢是合作客户 就已经在合作的客户 那我觉得这个你是一定要去沟通的 是吧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沟通的尽量是打电话 跟客户说 那我要去参与这个展会 那你有没有可能过来 对吧 因为老客户来了以后聊的好的话 反弹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是吧 所以说第一个要沟通的就是合作客户 而且我觉得必须要去沟通的 第二个呢是正在沟通中的客户 或者说这里我们改革时代 叫正在洽谈中的客户 比如说通过这个阿里的平台找到你 或者说这个 通过各种方式吧 你联系上他 或者什么 你双方已经在进行这个洽谈了 对业务是吧 已经在进行洽谈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在展会上 你们能够见面的话 那对你去推进这个合作的进程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对吧 我们说百分不如一见 对吧 face to face这种沟通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在这个没有见面的时候 订单谈的并不顺畅 很多时候原因可能就在于 双方的信任不足 觉得并不是太了解 如果能够在展会上面 见一个面的话 这个单子成功的几率 可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所以第二个类的是 正在洽谈中 或者正在沟通中的客户 那么要去沟 那么你要在展前 跟他去做一个确认 第三个呢是 之前展会见过面的客户 就是你之前有过去 有参与过展会 然后呢 拿到过他的卡片 或者在展会上见过面 那么中国就老化 一活生两活熟 是吧 那么你如果说能 就是你这次 接着去参与这个展会 然后呢 你去在参与展会之前 跟他去打电话 或者说发邀件 告诉他 是吧 我们要来参与这个展会 是不是能够在展会上 能够有继续见面的这个机会 为什么这个工作 你一定要去做 说一下 你像这个 我们之前讲过一些 欧洲的客人的话 欧洲的客人 他评估一个供应商 是吧 我要不要跟你合作 一些专业的买家的话 他一定会把这个 作为一个指标 就是你参与某个专业的展会 你是不是能够连续几年 能够过来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去参与这个展会 那你一定要去告诉他 比如你之前 你跟他见过面了 那么这次告诉他 你要继续过来 因为你不告诉他的话 他未见得 是吧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客户时间很忙 他未见得一定有时间 到你这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告诉他 你来了 是吧 即使他 他没有时间见面 那么他起码知道什么 你来过这个展会 对不对 当然我是这么觉得 如果说他之前 在之前展会跟你见过面 而且对你有些兴趣的话 如果你这次还能够来 多数情况下 他是会到你的展会前面 跟你进行沟通的 因为要相当于这个买手 他做一个确认 你确实来了 然后看看你的情况怎么样 跟你聊一聊 看看是不是继续 能够符合他们的要求 对不对 因为他的工作 也需要有一个 这个连贯性在里边 所以说这一块 那么展会 之前见过面的客户 一定要想办法 去跟他取得联系 第四类就是这个新客户 所谓新客户 就是没有见过面了 这个只不过 有这个客户联系方式 像这种情况 是吧 那么我觉得像这种客户 你也可以给他们 发个开发信 发个邀请函 是吧 相当于这个 这个打一个照面 告诉他们 我要来参与这个 来参与这个展会 所以说呢 沟通对象 我们大概把它分成这四种 前面三种 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 最好是能够用电话 来跟他沟通 那么第四类客户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们就是发邀请函 是吧 那么这个邀请函 你要写的资料高一些 能够吸引客户的眼球 不管他来不来 他起码能够让他知道 你来参与这个展会了 OK 那么这个是沟通的对象 那么第三个 我们来看看沟通方式 也就是我们通过什么 通过什么样的沟通媒介 这个去跟客户取得联系 通常情况下呢 这个我们 大概有这 我们自己公司 我看下大概就是六种吧 一次呢 是电话 email 然后通过这个平台 是吧 然后自己主页 然后行业媒体 包括以及SNS 那么这个里边呢 我们用的最常见的 一个是电话 一个是email 是吧 电话的话呢 刚才我讲过 这个 因为电话有它的一个优势 是不是 因为你发email的话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不知道客户到底有没有收到这个email了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确定到底呃 这个你的这个曝光是不是呃 就是是不是成功了 是吧 那么像这种新客户呢 到底到底无所谓 但是像这种合作客户 高通的客户和这个 这些见过面对客户呢 那我推荐你还是打一个电话 因为这个加起来 我觉得就算你们公司大的话 这个加起来有100个客户 那差不多了吧 打100个电话 这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只不过是通知客户去参展也没有什么要这个太多的一个沟通的内容 所以说对你实际上这个电话沟通的要求啊 并不是太高 所以说能够就是可能的话呢 你尽量能够把这个呃 这个跟这些客户做一个电话沟通 如果你实在觉得困难的话呢 呃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电话沟通内容啊 提前写出来 然后打印出来是吧 相当于打电话对着念一念呗 OK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可以确认啊 客户呢在产业展会之前是能够就是你能够对他曝光是吧 能够让他知道你参业这个展会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常用是这个email是吧 email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邀请函 呃 那么邀请函的这个写作呃 就是邀请函的这个呃 准备工作 我就不在这个地方讲了啊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邮件的发送和一个这个开发性的一个写作是吧 这个我们会分别在那两个部分和大家去分享 那么这个你就是说一点啊 就是呃 你尽量能够写出一些特色来是吧 呃 尽量另外呢 就是避免这个呃 就发送时候啊 尽量避免这个进入客户垃圾箱 对吧 呃 具体的这个呃 怎么去提升这个邮件的抵达率这一块呢 你去看我们我在这个邮件 呃 就是外贸邮件 营销里面分享的一套视频里面会呃 去去讲啊 关于邮件这一块 这里我们我们就不去分享了 那么这个呃 第三个呢是平台是吧 平台的话呢 你像如果你做阿里巴巴平台的话呢 那么那你一定要在这个平台上 比如说你的网铺里边 把你掺杂的信息把它公布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实际上只要有客户进来的话 那么就增加你的这个 增加你的曝光量 是吧 也相当于也可以增加客户 就是对你们的一种评估嘛 你的实力啊 就会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 而第四个呢 这个主页是吧 主页我就不说了 这个也一样了 你在上面把 有在一个比较醒目的地方 把你掺杂的那个消息 把它把它那个公布出来 是吧 然后呢 是这个行业媒体曝光 行业媒体曝光就是说 你像特别的有一些这种公业的产品 那么有一些专业的杂志 啊 或者专业的网站 那么这个上面你要去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你可以去 呃 买一点广告是吧 在掌握之前 是吧 买一些广告 那么进行一下曝光 你像一些专业的买家 他们肯定会去看 看这相关内容的啊 那么他如果看到你的话 第一个 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 呃 实力还得不错的是吧 第二个 你就有可能这个呃 增加接触率 也就是说到时候客户 就提前安排到 到你这来 有这么一个形成的一个安排 最后一个是SNS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工具在使用 不管是LinkedIn啊 Facebook Twitter啊 这样你就在上面去把你参加 展会的一个消息呢 把它公布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会有大量的客户呢 了解到这一点 不管他有没有到 就是有没有去这个展会 那么就 同样根据我们思路啊 会增加你的这个曝光量 OK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沟通的一个 都沟通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跟客户去做展现 沟通 要说什么东西呢 这里我大概跟他挪累一下啊 第一个呢 是展会的名称 是吧 你要参与什么展会 第二个呢 这个展会的什么 在什么国家 哪个区域 哪个地点 哪个城市 第三个呢 是这个展会 这个这个他的一个时间 比如开幕时间啊 结束时间呢 第四个呢 是你的这个摊位号 或者你的这个展位号 第五个呢 是你的这个联系人 和联系方式 当然你如果是email的话 是吧 那你的email会告诉客户 同时你要把你的这个电话呀 或者说你的这个SNS 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告诉客户 方便他跟你联系 然后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你的这个展品 或者说你的新品 那么我们 我们前面说过 就是客户来参展 很多情况下 就是来冲着产品来的 他如果不看产品 他掌握来干什么呢 所以说这里 最吸引客户的呢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产品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产品 是吧 比较好的这个产品 那么一定要这个地方呢 跟客户呢 做一个这个沟通 和一个这个介绍 这实际上是 不光是能够吸引 就是不光增加你的曝光量 同时呢 也会 这个提升你后面什么 接触 后面我们说的这个接触率 就是能够吸引客户 能够到你这个掌握前面来 是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这个没有啊 删掉 那么所谓的沟通内容 我们主要围绕了这几点 去跟客户呢 去去做一个确认 OK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沟通的一个时间 这里呢 沟通时间呢 其实呢 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一个标准啊 我们就这里 我就说一下 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 差不多的一个做法 一般呢 我们是有三个时间段 会集中跟客户去沟通 第一个是涨前三个月 涨前三个月呢 就是相当于 这个我们 会通过这个大量的发送email啊 包括这个跟前面说 这几种做的客户打电话呀 就提前三个月 告诉他们 我们要来参与这个展会 同时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呢 去大概了解一下 有哪些客户呢 他们可能会有参加这个客户的一个 就参加这个展会的一个意向 这个我们会提前做一个了解 然后呢 我们在展会前两周啊 会做一个做一个这个确认 也就是说跟这个 就是在前面三个月 给我们回过邮件的 表示要来参展的 或者电话里面 表示要来参展的客户啊 在展会前两周 做一个确认 就是你是不是确实要过来 那么如果来的话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展会前面呢 做一个这个 就是展会前面做一个面谈 有没有正面的一个机会 是吧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客户啊 这个时候不大会去拒绝 所以我不会来呀 是吧 他没有必要这么说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就是做一下确认 就是哪些客户啊 他会来 当然这里 这里有一个收获 就是如果他不来 他一定会告诉你 他说哎 我不来 这个这次展会 我没有时间 没有这个安排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 实际上就可以把目标啊 锁定的更更精确一些 OK 那么最后就是什么 展前两天 或者展前三天 我们会跟客户做一个 这个就不叫一个确认了 这个叫一个问候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到了掌握上面 是吧 那么我们会找专人 去复制这个工作 让他去跟这个 我们之前确认过的客户 要来的客户啊 做一个电话的沟通 是吧 也可以叫一个问候 那么告诉他 我们已经到达 到达 比如我们来德国了 我们已经到达 这个 这个纽伦堡了 那么 您什么时候过来呀 就是什么 是否已经到了 是否也已经到了这个 到了柳伦堡啊 行程是不是顺利啊 这个 这个 这一次参展的计划 准备在这掌握上 待几天啊 就相当于做一个 基本的一个寒暄 是吧 那么这个工作 其实我见过了 其实很少有人 在这一块这么去做啊 实际上呢 我们想想 特别是我们都是从 这个全球各地啊 去某个地方去参展 对客户来说 也是一个很辛苦的 一个行程 是不是能够在掌前呢 对他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问候 对他来说的话呢 这个给客户的感觉啊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呢 这个是沟通的一个时间 我们公司基本做法呢 是这个样子的 OK 那么有关这个 展前这个沟通啊 提升报告量 这一块内容呢 基本上是这么多 那么 还是强大一点啊 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 重视这个展前沟通的 一个重要性 同时呢 这个 同时强调一点的 就是对于这个 比较重要的合作客户啊 或者正在洽谈的客户啊 正在的客户呢 一定要做到用电话呀 去做一个这个 做一个确认 其实我们想一想 你花那么多钱 花那么多精力 去做了一次展会 像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你是应该去 就是打个电话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啊 无论如何想办法 把这工作做到的 因为 因为我们在前面说过啊 曝光率 是你这个展会 展会这个成功的一个 或者效果好的一个起点 如果这一块 你的素质都不理想的话 那你完全指望是到掌握上面 去寄希望于是吧 天然 不能说 不能说天然掉线笔啊 就是说 命运 命运的这个幸运之神 吹心里是吧 有这个好多客户 到你前面来 到你掌握前面来 然后还就可以谈的不错 最后能够转换成订单 那你就只能是打这种遭遇战了 但是我们之前说过啊 做营销呢 或者做这个媒介啊 那你最好是能够一步步 把它这个 这个规划好 每一步都能够在你的 这个掌握之中 这个情况是最好的 所以说呢 这个关于这个掌权沟通啊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从下个视频开始呢 我们来讲这个 如何去选择掌位 OK 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